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李沁 清心灵动 演艺能力出众 李沁 这位1990年9月27日出 生于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八城镇的内地影视女演员 以其清心灵动的气质 扎实的演技 以及多彩的角色塑造而备受观众喜爱 她的演艺之路从少年薛宝钗开始 逐步展现了她多面低演艺能力和坚韧的性格 早在2008年 李沁因在古装剧《红楼梦》中出演少年薛宝钗 而引起观众注意 这个角色为她赢得了观众的热爱 也为她的演艺生涯铺平了道路 之后 她凭借在建党90周年献礼片《建党伟业》中饰演洋开会 获得了第3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最佳新人奖提名 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认可 随后的岁月里 李沁一直在不断探索挑战各种角色 2013年 她主演的现代剧《守望的天空》获得了中美电影节 优秀中国电视剧《金天石》奖 而都市剧《璀璨人生》则取得了全国同时段电视剧《收视冠军》 2014年 她以电视剧《花开半夏》和《千金归来》获得国剧盛典 最剧《潜力女演员》奖 进一步证实了她的实力 2017年 李沁在古装剧《楚桥传》中的出色表现 再次引发了广泛关注 2018年 她在年代剧《白鹿园》中的精彩演出 入围了第24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 最佳女配角奖 并且凭借建军90周年献礼片 建军大业获得了第3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最佳女主角提名 2019年 她主演的古装剧《庆余年》 再次受到观众的喜爱 2020年 李沁在喜剧片《温暖的抱抱》中的出色演出 使得该片票房突破了8亿人民币 2021年 她主演的《锦绣男歌》 成为获得国际爱美奖 最佳电视连续剧奖的首部中国剧集 再次证明了她在演艺领域的影响力 李沁的成就源于她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执着 早在11岁的时候 她就进入了八城镇石牌中心小学戏曲兴趣班 接受基本功培训 随后 她考入上海戏校学习昆曲表演艺术 得到了专业的培养 她的努力和天赋使她 在影视圈中展现出多元化的演艺能力 从革命历史剧到都市青春言情剧 从古装剧到喜剧片 她都能够游刃有余地塑造不同类型的角色 李沁的美丽外表和清新气质 使得她在角色中展现出不同的魅力 她可以是邻家女孩般的可人 也可以是坚韧勇敢的地下工作者 她可以是古装美女的典范 也可以是现代青年的代表 她用实力证明 自己不会被记忆有的角色设定所束缚 她愿意尝试不同的表演风格 不断挑战自己的演技极限 李沁的《演艺之路》虽然已经有了丰富的历程 但她依然保持着对未来的探索和渴望 她的表演充满了活力和激情 她在每个角色中都能够赋予生命力 让人感受到她对演艺的热爱和付出 无论是清纯少女还是坚强女性 李沁都能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 演绎出深刻的内心世界 让人为之动容 李沁 一个拥有清新灵动气质和坚韧性格的演员 用她出色的演技和多彩的表现 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角色 她的《演艺之路》充满了挑战和探索 也必将因她的存在而继续闪耀光芒 《演艺之路》